Hello,大家好,我是米开,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181题 Employees earning more than their managers 那么这一道题呢,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去找到这些雇员,他赚得比他的这个manager上司要来得多 那么这个表格里呢,我们有每一个人工的ID和他们对应的名字 薪水和他们每一个对应的manager的ID,上司的ID 那么这样的话,其实我们需要寻找的,也就是在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需要有一个调用梁寺这个表格,因为我在这里 我比如像Joy呢,他这个薪水这么多,然后他一个managerID 然后对于这个managerID呢,他也同样是这个公司的雇员 那我可以去找三号,三号他是Sam,他的salary是6万 那这么一个过程,我就是相当于是对于这个三呢,我又要进行一次查表 那这样的话,其实我们相当于是要把这个表格就是进行一个字连接 就是同样的表格呢,我们使用两次,对于这个使用两次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使用Joy,让他自己拼接自己,这样的话,其实我只要后面呢 只要根据这个managerID再拼一个这个manager的salary过去就可以了 或者呢,我直接就是使用两次这个table 这个employee的table,这个表达呢,都是自连接啊,但是他的写法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,第一种呢,就是我们不使用Joy啊,那直接就是selectE的name 这个地方呢,我需要声明是哪个里面的name啊,所以说我要employee e,就是相当于sd啊,e的name啊,那么e2呢,就相当于说我们需要去读取managerID 他所对应的salary了,啊,那么所以就是我们要fromemployee e和employee e2,啊,那么where啊,这边就是个条件啊,那相当于就是我e的managerID 要等于e2的id,相当于就是一个第一个条件,就是说我这个managerID啊,要取这个同样的两个里面去找到对应他所在的位置 之后呢,我要找到这个e2的salary,是要小于e的salary啊,就是说我的manager 他的这个薪水要小于我当前这个不远的薪水,啊,就是根据这个条件来筛选一下,啊,那如果我们使用join呢,他也就有一些很小的不同啊,就像我这边from 两个表格的时候,我使用infoee, joininfoee,e2,on,什么什么什么,因为我使用join的嘛,所以说我的条件就是joinon,什么什么什么,我们的条件也是一样的啊, 啊,那么只是表达形式不同啊,他们都相当于是自连接啊,那么我们往往啊,遇到就是这个表格里我需要重复去调用的时候啊,就是多次调用自己的时候呢,我们就会使用自连接啊,那自连接方法有很多种啊,那么今天呢,我们介绍了两种,那如果大家对这道题目还有什么疑问呢,欢迎在视频下方啊,留言告诉我,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也欢迎分享给大家,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!